再说 方太 拿住 方太二蛊魔戒 从这里逃出去了 你们回去看看 希望在此呼言乱語 速速离去 阿静 小神君 小神君他不想见你 洪寿大人 我真的有钥匙要找小神君 事关大泽山的真相 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大泽山的真相 你以为当初 为何宁可抽出小神君的情思 也要阻断你们在一起 那是因为 你就是小神君命中的劫术 你就是他的劫 如今大泽山惨遭巨难 正是在为小神君挡劫 世间因果有得必有还 一和真神曾祝大泽山孕与鲜脉 如今大泽山注定 要将这因果福报归还于 一和真神之子为小神君打劫 可这劫是哪儿来的 这劫正是因为你是水灵兽 一意孤行 纠缠小神君所致 本来小神君 已经捏断了自己的情思 就是为了避开你这个祸害 可你呢 痴心妄想不自量地 非要挫上来 把这个劫难带到他的身边 原来是因为这样 他才有意陪着我的 你与小神君而言 不过是漫长神生中 微不足道的一瞬马 何敢妄言 未来与小神君相伴 也理应是凤凰 那个还差一分仙人 便可以苏醒过来的 梧桐岛的凤影 若不是你冠影苦肉景吧 小神君何至于会遇及 大泽山何至于会遇难 你知道小神君 为何现在不愿意见你 只因大泽山覆灭 全部都是因为你 四生四世 他只愿从未遇见 你这是第一剑的水魔兽 十月宪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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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大泽山 可我不要你们为了我去承受这一切 我该要怎么做才能换你们回来 我来是在节节附近发现这花生 似附着大泽山的传音灵符 想来是大泽山遇难前 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 只可惜 这灵符破碎得不成样子了 来 这一切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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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带吧 我去带吧 你去带吧 全由摩而起 阿九被摩所控 引来天雷才知九星灯灭 他们利用阿九 就是为了挑起仙妖之争 绕乱三界 你们切不可受摩挑拨 果然是摩 这一切即使摩虚已挑拨 更不能让他们得逞 灵符没了 若是没有灵符 燕霜也醒不过来 我们要上哪里去找证据 糟了 我刚才看到索仙塔 一股魔气窜出 难道是红衣身上的魔 已经逃走了 若是这样的话 那 那红衣定会死在 九天寻泪之下的 阿音 魔族现世 三界必有大乱 如今大泽山已被其所害 如果我们不能找出 幕后之人 将来的火乱一定会更大 即使元启是真神之责 也难以堵煽其人 就算不为红衣 为元启和大泽山冤死之人 为了仙妖两族不适合 阿音女郡 请你一定救救红衣 此番恩情 临摹和妖姐 定当铭记于心 对 我们听说 特大人 早 特大人 更伤行 今天这 道业 另一预备 听说 听说 Zither Harp 阿音 你怎么在这儿 我知道此刻要带阿九去行刑 不过我还是想要亲口去问问她 为何要对大泽山这般 阿九是我带回大泽山的 若是不问清楚的话 我心里当真是放不下 玉峰先生 能不能就给我半住香的时间 我问完了我马上就出来 怕了 你进去吧 但你只有半住香的时间 多谢玉峰先生 阿九 阿姨 别 别为我损好自己烧远 阿九 玉峰殿下给了我 阻断心里的法器 你趁先往开的时候 赶紧逃出塔去 天风处会有人建议你 我就知道 你会相信我 只要你肯信我 叫我守青龙台 守悬泪之心我也甘愿 但大泽山 终究是我毁灭的 我该守着 你不要再说胡话了 我能进来的时间不多 若你当真心中有愧 就应该出去 找到大泽山 踩灭的真相 找到真凶 阿姨 你快离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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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峰 先翻 马上 走 阿姨 走